有些人他會胸悶,不舒服,呼吸急促 有可能是因為這邊這一區的肌肉太緊 你們把你的肋骨往上提了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 大家好,歡迎來到美衣動之洞 我是今天的特派主持人郭信弘醫師 嗨,大家好,我是運動愛模式徐曼傑 我想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我發現我很多客人來找我的時候 有些客人很努力他們滾桶就是毛起來滾 然後筋膜槍啊,然後電動的什麼任何工具啊 毛起來做 就是我,就是我 但是普遍我收到的回饋跟他們的感受都是 好像,好像有放鬆 那就是沒有,那就可以當作沒有 那怎麼樣可以稍稍微的改善你自己平常使用 的工具的方法 你最好就是最好什麼都不要做 或者是你把你要做的事情降到最小的程度 這樣子才能放鬆 那太好了 這就是我今天來的目的 因為我就是那個太努力的人 這滾桶就是我自己帶來的 我還帶來很多給西 等等我要來幫各位給徐老師考個試 那我們現在請老師來做示範吧 今天我們現在這一趟是先講針對上班族 然後當你手邊沒有任何工具 然後你工作到下午 肩頸已經抱緊 然後甚至已經擠到頭痛的時候 會喔會喔 指腹稍微有一點力的往下 搭住 然後就可以往前拉 然後你可以慢慢的旋轉 然後帶到上面 翻過你的體肩頰 再往前走 來 對醫生很好 來我們來看醫生 醫生在壓的時候 他的頭會往旁邊走 不需要這樣 喔好 你媽的糾正 所以一旦你的頭 或是你改變肌肉的長度跟角度 這樣子就有可能不會是我們 原本想要壓的那個肌肉 他的他現在手指頭的壓力 全部集中在指尖指腹這裡 但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是 你前面這個這個手指頭 都可以搭在你的身上 對 整片是 整片壓著 我剛可能用手指扣著太緊了 對啊 真的不需要 你就是搭著 搭在他身上就好了 欸就是搭訕 欸小姐 就是這樣子 欸先生 我是先生 搭就好了 好 你身材的肌肉是緊的 你不要淺的肌肉筋膜肯定也不會是鬆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先把你淺層的地方搓開來 搓開來之後 你外面的銅牆鐵壁才會慢慢的消散掉 你才有辦法真的按到深層去 否則你外面就是緊繃鐵板一塊 然後你要往裡面按 你只會白白的多承受很多疼痛 好 好 老師拿出他的法寶來教大家筋膜 好大家來聽一下 那我們想像這 這一塊布就是從 照人全身的一個3D網狀的筋膜組織 很多人很喜歡講筋膜沾黏 筋膜沾黏是什麼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啊 所以它一旦沾黏起來之後 它會往外拉的地方 真的不知道會拉到哪裡去 所以才會有很多就是 譬如說我這邊開刀 結果影響到我的那個肋肩肌 對 或者是這邊開刀 這邊有受傷影響到哪裡 痛點跟實際上發炎的位置 或沾黏的位置不一樣 對 好那我們怎麼處理掉這個沾黏 這邊扶好 對 喔 就好了 對 你不用就是慢慢慢慢撥 對 你扶住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我們會撥開 對 這樣就攤平了 所以你在按摩的時候 自己在按摩的時候 你也不用一直去往一個點鑽 對 你一個平面下去 直接這樣子撥 直接這樣攤平 效果其實是會很不錯 有些人啊 他會修紛 不舒服 呼吸急促 有可能是因為這邊這一區的肌肉太緊 你把你的肋骨往上提了 你肋骨一旦往上提 當然就會壓迫到你的胸牆 對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輕輕輕輕的 我這邊用力 不小心我又用力了 對 我很鼓勵大家 你們在自己保養放鬆的時候 你們可以試試看 壓住你要的肌肉 然後試著動一下 動一下跟這條肌肉有關的 所有肌群 對 動一下轉一下 也是慢慢動 對 剛剛醫生 剛剛看好像角度是比較 從側面進去的 對 但我希望他可以是比較垂直下來的 喔 是從這個角度這樣下去 對 好 來深呼吸 吐氣 然後你可以試著轉一下你的肩膀 哇 醫生你這邊真的超級寂寞 很緊喔 你看醫生這邊沒有空間了 好 他這邊這個三角 三角形的地方他沒有空間了 其實我是一個婦產科醫師 所以我每次手術齁就是做這個姿勢 然後這樣固定著 就很像 裡頭髮的那個理髮員齁 手要一直旋著 其實就會對我們的脖子 還有肩膀的肌肉造成僵直 我就是一個很典型的職業商 如果你發現 你在放鬆的時候 發現自己某個部位置 要向醫生這個地方這麼緊 他完全下不去 那就真的不用再往磁巷子裡鑽 好 輕輕的 如果你輕輕的戴不動 你可以一直搓皮 但是 如果像醫生他這邊這個區域 真的就好 真的就好 他這個區域 他真的已經沒什麼空間了 那我們不要勉強他 我們放鬆臨近的肌肉 接下來我們就要提到 提肩胛肌 然後跟醫生說 會讓你就是頭痛的肌肉 我就是標準提肩胛肌 就是我們後面這個 哇這個地方 太僵硬造成的長期頭痛 貼住耳朵下面 耳朵下面 對 耳朵正下方的 把他們整片都壓著 整片都壓著 是 脖子後面二分之一 脖子以前二分之一千萬不要壓到 然後你的手 就 輕輕的 剛剛一樣就是手指頭 前面全部貼在你的脖子上 你的頭要看正前方 正正的看前方 壓住你要的肌肉 然後你可以試著 慢慢頭往下低 然後跟轉到 如果你是壓左邊的話 你就往右側轉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你的手會離開原本壓的地方 沒有關係 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要的就是它整片肌肉 都會經過 然後你也可以往你的頭骨上面 過去一點 各種角度你都可以試試看 這個過程中 那個如果說你真的張力很大很緊 你有可能會碰到太陽穴 甚至碰到頭頂 這是很正常的 對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了 就是上半部的肌肉 上斜方到這邊 左部這邊一大片的肌肉 然後最後提肩甲肌跟後面脖子這一大群 我覺得這樣子的照顧 對於上半部 或者是 工作很累很累 想要直救一下 這邊我覺得是 我所開到刀跟到中間 就啟夢一下 哈哈哈哈 對又不能有的 同時坐在中間 對於上半部 但是... 比不高 我們要從中間 每個房子都可以放置 我們要去 我們要一家 我們要一家 我們要來 我們要買回答 我們要逮開 自己的兒子 我們要選好 我們要選擇 盐 br 不要觉得放松搞得好像要冥想一样 叫沐浴更衣 然后要很隆重 千万不要想到就可以做 手就在你身上 你身体不用红具 随时随便都可以来 我觉得这有道理 因为有时候过度刺激 只会让肌肉红肿发炎 所以其实今天学到一个 就是不要太认真 其实有时候是一个舒缓的 才会比较容易放松 是这样子吗 感谢观看